又是天有意象 昨天颱风肆虐全台之后 没想到今天台南还出现了龙卷风 让沉重轿车位移了100公尺 可见威力至长大 而龙卷风所到之处 物品全部被卷到几十公尺的高空上 甚至有人还摔倒受伤 把附近民众看到这个场景 全都给吓坏了 龙卷风来袭 速度超快 回转过来的白色轿车 突然间被卷了上去 消失在视线之外 整个天旋地转 物品在空中乱飞 后防驾驶几乎声连连 但震惊还没结束 你看看就在白车消失之后 路边突然多了一名女孩子 然后我就刚才下车去看那个小组 原来跌坐在地的是女骑士 她连同机车被卷上半空中在衰落 机车不知跑哪去了 惊险的还有这一幕 天哪 民众开着车近距离接触 真的被吓坏了 屋里上大型铁架看板 整个被扯掉了 铁卷门也被摧毁 这铁笼子户外桌椅 鞋杆通通都被卷了起来 在空中乱飞 连车子也被砸中了 龙卷风发生在下午三点左右 从南区的南城路一段二段 一路卷到中华南路才停止 沿途路数被连根拔起 屋顶被掀 轿车机车被卷到办公中旋转 起点物品甚至是在数十公尺高的地方盘旋 威力超强 民众可是暴受惊魂 TVBS新闻顾首昌台湾报道